至少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日本媒體 今天一早最新的報導 事實上岸田文雄也公開譴責中國 是沒錯 昨天幫我們看到防衛省 剛剛展示出 剛剛明潔拿出那張所公佈的彈道的 這樣子一個照片的時候 我們知道日本其實非常非常的憤怒 那我就認為說果然 日本其實對這件事情的關注度 完全不低於台灣 因為這五顆落在日本專屬區海域的 這樣子的一個導彈 其實引起了日本的全國的一個嘩然 那岸信夫昨天晚上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再來分析 先談這個今天早上 果然岸田文雄這個首相 跟裴洛西的早餐會當中 其實所有的全場的焦點 本來不是應該美日嗎 全部聚焦在台灣 全部聚焦在台海 那這個岸田就特別強調 他當然首先先譴責解放軍 對於導彈試射進入日本專屬區海域的 這是對日本的一個安全的威脅 也是對周邊國家 當然包括台灣的威脅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要求日本 對不起 要求中國立即停 立刻停止這個所謂的軍事訓練 跟導彈試射的情況 那他跟裴洛西的見面當中 也強調美日會繼續努力合作 維護台海的安全 那這樣子的這個聲明 其實已經是非常強硬了 可是裴洛西更狠 他在結束了跟岸田文雄的 這個早餐會之後 他到日本 美國駐日本的大使館 開了一個自己的會 直接對著中國嗆聲 他說要求中國立刻停止 對台灣的導彈射擊 還沒完 他講說你不要拿我去台灣 這件事情當藉口 來進行導彈試射 這已經是非常非常 幾乎是指著鼻子罵的情況了 而且他也說 這個他訪問台灣這件事情 沒有要改變台海現狀的 這樣的說法 那美國也會依照台灣關係法 持續的來維護台灣的一個安全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這個岸田文雄也好 或是裴洛西也好 在今天早上 在日本 其實這兩個人應該談美日的東西 但是所有的焦點 都在談美日如何合作 捍衛台海的安全跟和平 可是當你看到昨天晚上防衛省的 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看到岸西部的反應 大概就能夠理解 岸西部昨天出來開集會 其實就強調說 這樣子的導彈試射 其實是對日本安全的巨大威脅 因為就是日本的專屬經濟海域 那當然也是對周邊國家 包括台灣的這樣子的威脅 那這樣的說法 其實強烈到這個程度 其實都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有三個部分可以去觀察 第一個就是說 最短來看 日本其實在安倍經常過世之後 其實是針對內閣 國防預算成長到GDP2% 這個部分一直有在討論 那看樣子 經過中國這一次窮兵獨五的 把導彈射到日本專屬經濟海域 這個部分可能會變成 日本國民的共識 第二個 安倍在過去之前 其實一直在倡議 台灣有勢 日本有勢 這一次的狀況 完完全全坐實了 台灣有勢 日本有勢 美日同盟有勢 所以安倍在過世前 有強調一個所謂安倍軍事學 就是說與其被動 等著中國這樣打擊 那甚至你應該有一個 主動威嚇嚇阻的能力 那這種主動防衛嚇阻的能力 未來我相信在岸信部的主導之下 也可能會往前走 那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日本的修憲 修憲議題在日本雖然 現在的支持度是高的 但是它畢竟還是一半一半左右 可是我相信經過這一波中國 對於日本的導彈威脅的情況之下 對日本跟台灣的導彈威脅之下 在日本國內修憲的支持度可能會上升 日本修憲的速度可能會更快加速 大幅邁進 所以我開玩笑講說 習近平的總加速之下 不只是加速了台灣的反中的情緒 加速了全球抗中的情緒 現在還加速了日本國內修憲的一個狀況 可是這一次中國反而為了這個導彈 而且我打算他昨天的導彈 是射到日本的經濟海域 他如果靠沖繩一點 請問一下駐日美軍要不要反應 當然要反應 不然你美日安保的這個條約 難道是在簽假的嗎 所以其實你看那個 岸信物在講的話 或岸田文在講 其實你在告訴你 美日安保的動作 其實不只是這個日本 不只是美日安保 還包括了周邊有事 跟台灣有事的情況 所以你如果稍微 射了不準一點 美軍要不要反應 美軍一定會有反應 日本防衛 日本支援隊有沒有反應 一定要有反應 可是那樣反應夠不夠 可能不夠 所以修憲變成 可能變成是立即要推出來的 另外一個新的議題 所以我才說這一次 這個中國為了自己的面子 要四歲一歲導彈 結果你可能連惹入了日本 加速了日本修憲的進程